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的教师 也是本期未来大佬的主讲人 钟毅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 人类能变得更聪明吗 人类的聪明程度是由很多不同的认知能力综合起来决定的 但所有的这些认知能力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单元 这个单元就是记忆 人类普遍的一个愿望 就希望有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 在拉萨 有朋友推荐我去拜见一位有名的藏医 我告诉他我对所有的医药都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就是一件事情 有没有增强记忆的药物 他告诉我 有 他父亲配置了一副增强记忆的药物 来帮助喇嘛更容易记住佛经 我把这副药喂给我们的试验动物 它真能增强动物的记忆 那么今天我就希望从现代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出发 来探讨未来改进人类认知能力的可能性 记忆的研究进入心理学是一百多年前 一九七零年以后 才开始进入了现代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阿里坎德尔 他是最早的去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 探索记忆到底在神经元的水平 在分子水平发生了什么事件 那么他的逻辑就是选择最简单的生物 这就是海兔 一个没有大脑的 只有神经结的一个简单的海洋动物 他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神经元是突出 就在突出这个特殊的结构上 把这个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导到另外一个神经元 那么他们的研究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之间的转化的强度是可变的 这种改变 他们认为就是学习 维持这种改变 就认为是记忆 但是这样的一种改变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改变 它是不稳定的 它要经过一个记忆的固化过程 也就是通过调整 调控这个细胞核里面的那些基因 这些基因导致蛋白质的合成 然后再重新生长出新的这个突出来 这样记忆就被固化下来了 就不会改变了 那么这个模型的提出 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作才建立起这样一个模型来 这个模型现在被广泛的接受 作为一个记忆固化的一个标准模型 这个理论它有没有它的普遍性呢 在整个现代记忆的研究中有三条主线 其中一条线就是刚才谈到的海兔的研究 另外一条主线呢 就是通过这个对果蝇的研究 它从哪开始呢 从找到这个基因影响这个行为的关键基因开始 那总不能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呢 突变 果蝇有15000个基因 你可以把这些一个一个基因都突变了 看哪一个突变导致学习记忆受到了损伤 他们筛选了300个突变体以后 就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影响记忆的那个突变体 这个突变体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当时 当时是什么呢 就是英语上就是笨学生 实际上苍蝇跟我们人真一样 你看他也睡觉 他打架 他学习 他甚至还有同性恋的行为 那一串果蝇连在一起的 他们都是雄性果蝇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向另外的雄性果蝇求偶 在拍着翅膀唱歌 旁边站着还有一个果蝇 那一只果蝇是什么呢 是雌性 他们对雌性不感兴趣 果蝇只有10万个神经元 它大了 但是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行为 它到底有多聪明 就是研究它的科学家有多聪明 它就有多聪明 第三条主线 就是我们的探索在小鼠跟大鼠里面 那么它这个技艺 知识的积累 它首先存储在一个老区 叫做什么呢 叫海马这样一个老区 在1950年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科学家 叫Donna Hepp 他认为学习记忆 是一种改变突出强度的 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就有人天天在 这个海马的神经元里面 记录来记录去 记录来记录去 就是想找到 有没有这种特征的突出 在1973年 人们终于找到了这个 这种特征 它跟学习记忆有没有关系 结果发现 确实是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些试验 我认为就有两个 一个是1996年发表了 制造了一个过目不忘的果蝇 就果蝇啊 你训练它一次 它能记住24小时 如果你把它重复训练十次以后 它就能记住七天 甚至更长时间 但是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个 能够调控这些蛋白合成的 其中的一个基因 把它改变了 这个果蝇只需要训练一次 它就能形成至少持续 七天以上的那种基因 1999年在普林斯顿 这个一个华人教授 在他的实验室 他们制造了一个叫聪明小鼠 也就是通过改变了一个基因 让它表达的更多 结果就发现这个小鼠 比别的小鼠就要学得快一点 那么在1999年非常轰动 因为它预示着 有可能改变我们人类将来生活的方式 改变我们对世界 事件记忆的方式 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 就成立了很多这种生物技术公司 就希望制造出人类第一片 能增强记忆的药物 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 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关门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记忆的形成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真正的能影响记忆的 是它后续的各种的调控阶段 和调控机制 固化理论有它的局限性 缺乏对精神性疾病的一个解释力 比如说抑郁症 大家知道的有一个假说是抑郁症 它很容易提取一些不高兴的记忆 而对幸福的快乐的记忆 它没有提取能力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现象 我们是没有任何解释的 在比如这个自闭症 这儿显示的是英国自闭症画家 他在纽约坐直升飞机 在纽约的上空飞这么几圈 他可以把整个纽约市的高楼都给画出来 这真是一种惊人的记忆能力 可是它的语言学习能力和社交学习能力就很差 所以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超级的记忆能力 别的认知能力有这么低 这个是我们的记忆理论也没有任何解释的 在过去十年新发展起来的一些研究 又重新开拓了记忆固化理论局限的一种理解 比如说我们列举出来的三种 一个是痕迹细胞群理论 有记忆分配理论 还有一个主动遗忘理论 主动遗忘理论是我们在清华的实验室 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这些理论应该能够帮助我们 在将来去改变人类的认知能力 先说这个痕迹细胞群这个理论 记忆固化理论是强调单个的突出之间的这种改变 而痕迹细胞群认为 每一个特定的脑区都有一群细胞 这一群细胞专门用来来编码这一个事件 把不同脑区的这些痕迹细胞群把它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通路 这就是学习 维持这条通路 它就是记忆 这一条通路建立了以后 你只需要去刺激任何一群痕迹细胞群 你就可以把这个记忆提取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又发展了一些能够标记特异性的痕迹细胞群的技术 可以把一个虚拟的记忆植入到小鼠和大鼠的大脑里面去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植入人类呢 如果技术发展到不损伤人类的这个大脑的情况下 那是有可能的 这个理论提供了一种操纵记忆的可能性 记忆分配理论是什么呢 记忆分配理论就是在任何一群痕迹细胞群的那个脑区 它有很多很多神经元 只有其中10%的神经元变成了痕迹细胞 谁的活性越高 它就越有可能变成痕迹细胞 那么这个理论能让我们干什么呢 它能让我们剪辑编辑这些记忆 就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个记忆把它连结起来 也可以把它发生在同一时间的记忆把它分割开来 这就像我们剪辑电影一样 把不同时间的事件连在一起 你看这个可以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编辑记忆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在提出来的主动遗忘理论 学习一方面产生了记忆 另外一方面它还会激活一个独立的信号通路 再抹掉这个形成的记忆 你记电话号码 打完电话以后没过多长时间你就忘掉了 因为在你记忆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 同时又启动了一个遗忘的机制 抹掉这个记忆让你忘掉它 如果阻断了这个遗忘机制 那会怎么样呢 你可以记好多天 它是永远都不会消失 现在在我们领域里面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光遗传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遗忘的这个蛋白变成光敏感的 把光一照这个老鼠 他的学习 他的记忆他就遗忘掉了 但这个遗忘不是真的把整个记忆抹除掉了 只是让你提取不出来记忆 这种遗忘 然后你再打一人进去 这个药物它可以重新抑制这个遗忘 这个时候你那个记忆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让记忆消失出现 消失出现 实际上学习不仅产生记忆 它还激活主动遗忘 还激活主动保护 主动泛化 还有主动的能量分配 主动保护 也是这个很容易理解的 你如果读书的时候 有人到后面拍你一下 你读的那个书 你马上就会忘了 因为这些是干扰你 如果你把主动保护机制激活了 你再怎么闹 它没法干扰你 那么主动泛化是什么 你要举一反三 你想把现在学的东西 推理到另外一个方面去 它就是通过泛化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实现的 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有抽象的能力 记忆本身 它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 一下就形成了 形成就永远不会忘了 但是怎么去提取这个记忆 让这个记忆起作用 它有一套非常强大的调控系统 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人类的学习不是用来把一个学到的东西 原本不动地把它重现出来 我们生物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指导我们将来的行为 让我们在将来能够逃避死亡 能够争得我们的食物 你要有这样的灵活性 要适应将来复杂的环境 也就需要这些强大的调控能力 我们认为这个老年痴呆症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过度的遗忘 他们学习跟我们年轻人一样 只是忘得太快 你一旦阻断了他们的遗忘 他们的学习整个效果跟我们年轻人完全一样 我们现在就在推动这么一个药物 来治疗老年痴呆症 希望在明年年初就能进入临床 这些研究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生物的记忆 它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记忆的高度稳定性 这个是计算机都有的 这个比我们更稳定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 就极度的动态性 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那是很困难的 那个计算机 人工智能是办不到的 我们都知道 你看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AlphaGo 把这个科捷都吓哭了 是人类最优秀的棋手 面对人工智能崩溃 可是人工智能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当年在这个朝鲜战场上 你那么劣势的装备 打败了优良装备的联合国军 那人工智能是没法预测这个 他们也没法指挥那样的战斗的 他们缺乏这种人的人动性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就是怎么样把人的记忆 把人的认知能力 结合进这个深度学习里面去 开发出下一代具有能动性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 新的理论给我们开拓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 让我们有可能去调控人类的认知能力 化学的物理的和人工智能的共同进化 今天的讲读就到此结束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中学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演讲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四年级的本科生 帅博文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之前提到贺本突出的 您提到一句话是 也就是说两个神经元当他们的神经活动是高度保持一致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连接会被增强 但这种连接性如何是被增强的 我想请您可否详细解释一下 好 这个很好的问题 是因为这两个神经元 他们原来就有某种连接 而这种连接可能是有一个非常微弱的连接 在学习这个时候发生以后 这两个神经元他们之间file together多次同时被激活 这就导致了在这个突出前 它release的neural transmitter 神经地质就会激活突出后的神经元的一个第二性时 通过这个受体离子通道进入到突出后 进入以后 它就会激活一系列的生化反应 把原来就存储在细胞内的受体上的突出后的膜上去了 这样你前面在这个释放这个神经地质的时候 这些神经地质就可以通过这些 刚刚上膜的这些受体 把这个电信号从突出前转到突出后了 这样这个神经突出就变成有功能性的突出了 而不是沉默的突出了 中医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我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治所的研医学生于藩 那么我刚刚对您刚刚演讲中提到的 您说的那种药物非常感兴趣 您说您参与研究的这种药物是针对老年痴呆症的 能够产生阻断遗忘的效果 那么我想这种药物是不是可以用在学生的身上 那么他可以有这种过目不忘的这种疗效 进一步问的话 如果人真的产生了这种阻断遗忘 就是他不会再遗忘事情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先回答第一部分问题 这个药物对正常的动物和正常的人都应该有它的效果 所以应该说是可以让学生吃了这个药 他应该是记忆得到改善的 可是不遗忘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们认为应该会有 如果过度的阻断遗忘 你就有可能导致自闭症的症状 我们研究了五个以自闭症相关的基因 在动物模型上 发现的就是 所有这些基因的突变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它没法激活 这个主动遗忘 我们已经证明了 在需要认知灵活性的时候 它是需要激活主动遗忘 来把要忘掉的东西忘掉 而让你关注到你应该关注的东西 我们就随机的买了2000多个化合物 把这2000多个化合物 一个一个的喂给老年痴呆症的果因模型 从2000多个分子里面 找到了73个分子都有这种效果 我们又通过小鼠的模型试验 找到了一个分子 在它的上游的某一个节点上 能够影响到这个遗忘 所以它并不影响本体的活性 而对这个遗忘 也是只有一定的抑制 这样它产生的效果 就有可能会避免过度抑制遗忘 而导致的副作用 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中安森中学的杜浩涵 请问您认为记忆的定义是什么 好问题 就像刚才我谈到的 经典的认为 也就是获得了一种新的经验 Experience 而我们在研究了遗忘 研究了主动遗忘 主动饱覆 主动能量分配 主动泛化等等这些以后 我们非常赞同 第一次一百多年前 一个叫Richard Seymond 德国的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 他提出的概念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在学习的过程中 激活的所有的生物化学的 物理的所有这些痕迹 关联起来的这些痕迹 他把它叫做ingraph 记忆 memory 从通俗的意义上反映了是 拷贝一种行为 你学习到了一个行为 把这个行为能够重现出来 这是这个memory 他用ingraph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痕迹 统称为一个叫印记 我是比较赞同这样的一个定义 好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钟毅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我们下一期再见